顾景云向顾承泽抱怨李彦书最近总是不理他 顾承泽这才告诉顾景云 李彦书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协议 顾景云还没来得及问清楚 高秘书就敲门进来了 说海莲娜在摄影棚里耍大牌 拒绝拍摄 要求和顾承泽见面 顾承泽让顾景云出手 自己才不想见那个傲慢的女人 顾景云知道 哄好了海莲娜 她就会认真拍摄 这样一来李彦书当然会高兴 想到这里顾景云变得格外温柔起来 几下便把海莲娜哄高兴了 然而李彦书并不领情 还是不愿意搭理顾景云 Lilface的新产品又一次刷新的销售记录 顾景云从来没有像此时一样感受过工作的快乐 她和顾承泽李彦书一起来到天台上庆祝 因为嘲笑顾承泽严肃地向教导主任 而勾起了李彦书和顾承泽 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 李彦书问起了顾承泽的学生时代 顾景云连忙帮她回忆起来 蜡视的她是标准的模范生 成绩好又受女生欢迎 李彦书顺便问起了顾承泽 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顾承泽笑笑不说话 旁边的两人便开起了玩笑 说她是gay 其实顾承泽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但又怎么能说出口呢 时间慢慢流逝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顾太太对顾景云最近的表现十分满意 打算再为她举行一次正式的入职仪式 但高秘书和女朋友的感情越来越好 但高阳依旧常常被顾承泽叫去加班 这一天 高秘书又被顾承泽叫去出席晚宴 这让孟娜非常生气 但却无可奈何 顾景云得知 要给自己办入职仪式后非常反感 她不喜欢这样的繁文如节 便以李彦书为条件 来写顾承泽 不过顾承泽不帮助自己追求李彦书 就不去出席那个入职仪式 顾承泽只好去工作间找李彦书 彦书不小心崴到了脚 正好扑在顾承泽的怀里 顾承泽说对彦书的工作很满意 离开时还留给彦书一封邀请卡 请他第二天晚上吃饭 第二天很快就到了 彦书按照顾承泽的叮嘱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到了相约的餐厅 等待着顾承泽的到来 听到服务员说顾先生将饭店包场了 彦书心里不禁嘀咕起来 想起和顾承泽相处以来的点点滴滴 他的心头泛涌得复杂感情 难道是自己喜欢上了顾承泽了吗 正在这里 一个坚定的脚步缓缓靠近 李彦书羞涩地转过头 面前竟然浮现出了顾承泽的脸 他捧着一大束玫瑰花 浪漫的音乐事事响起 而李彦书却倍感失落 此时的顾承泽 正在为顾承泽准备的入职仪式上 焦急地等待着主角的到来 顾承泽终于来了 而顾承泽的目光却落在他旁边的李彦书身上 李彦书挽着顾承泽入场 似乎在告诉所有来宾 他们在一起了 顾承泽和李彦书几乎没有听到顾承泽的发言 两个人心中各有各的失落 不多一会儿 彦书就独自离开了会场 韩君尧也跟着出来 对李彦书终于搭上了顾承泽一阵冷嘲热讽 李彦书反击他 说知道从学生时代起 韩君尧就暗恋着顾承泽 此时顾承泽也来找彦书 这段话题便就此终结 李彦书回到了晚宴上 和顾承泽在众人的目光中跳起了舞来 正在此时 顾太太大不留心地出现了 狠狠地扇了李彦书一个耳光 还向他泼了红酒 众人立刻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顾太太大骂李彦书厚颜无耻 并当众给他一张支票 要他离开顾锦云 彦书当众撕掉了支票 为了激怒顾太太 彦书故意说自己不要钱 只想成为盛红的女主人 听到这里 顾太太又准备给彦书一记耳光 令人没想到的是 顾承泽竟然冲了上来 将燕书涌入怀中 替他挡住了顾太太的耳光 宾客散去 顾承泽代表顾太太向燕书道歉 然而燕书却恶狠狠地说 相比于顾太太 他更讨厌的是顾承泽 说完便扬长而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